大家好,我是叻仔 今天分享的是非常適合鼠葉天使 清熱解讀、新津子學、美白去水種 最適合經常戶外工作的朋友飲用的 竹蔗茅根馬蹄水 如果認為食譜實用又好喝的話 記得分享給身邊朋友認識 那就更多人受惠了 竹蔗茅根馬蹄水 最麻煩的其中一個步驟就是處理馬蹄 因為馬蹄真的非常多沙泥 而這些沙泥也是黏得很實 所以我們浸洗的時候 最好大概要浸5分鐘左右 那些泥都吸收了水 就會更容易被我們洗掉 那為什麼突然間要洗馬蹄給大家看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很多人洗馬蹄的時候 然後把這些洗馬蹄的泥水 就這樣倒進升盤的水喉裡 所以很多時候失去的原因 這一點都一定要留意 洗好的這些沙泥 要麼你就沉澱了它 之後才用垃圾鍋 放在垃圾桶裡 要麼粗一點 不要讓它沉澱的時候 就沖了它到廁所來處理沙泥 如果你直接沖到水盤 我想它們一兩個月 三個月都不用 沙泥就會失去你的水喉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 很多人都不知道 洗乾淨的馬蹄 就變成這樣 都乾淨了很多 沒有沙泥的了 順帶一提 我們買馬蹄的時候 最好選一些實淨一點的 即是沒有那麼軟手 因為軟手的 就代表它有這些爛爛的 我們買馬蹄的時候 如果你需要買十粒的話 不妨你就買多幾粒 我就買了十三四粒 預料會丟三四粒左右 大家都會看到 第一粒我批它切頭切尾的時候 已經立即看到它傷了大概一半 你看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買多些少 以防萬一 都丟三分一左右 接著批皮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一下馬蹄的功效 馬蹄就能夠清熱新磚 涼血解毒 舒乾明目等等 有著抗腫瘤 抗菌 治療呼吸到疾病 糖尿病 清肺化痰都有一定的療效 所以馬蹄都頗有益 但屬性就為寒糧 如果怕寒糧的話 不妨加幾片薑片 或者是塵皮進去 和一和它的寒氣 順帶一提 馬蹄可以生食 或者熟食都一樣 而且一邊批皮的時候 一邊就要準備好兜水 一邊批就一邊浸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氧化了 批好皮之後 我們就要輕輕去拍一拍鬆它 不需要拍到它散散 就一就力 馬蹄都很容易拍到粉身碎骨 這樣子的 而且當我們拍好之後 我們用水去浸它 那你會見到那些水好像很粉濁 這樣 但其實這些才是馬蹄的精華 所有的澱粉質 營養維生素B C 全部都是這些粉水 所以我們就輕輕過一過水 找一點水去浸一浸 一會連馬蹄水都熬 這樣它的營養就保存得最好 接著就輪到竹姐出場了 竹姐大家有沒有覺得 發現到的有些特別的東西 咦? 你竹姐有皮 這麼多人怕的 為什麼不叫師傅幫我們去皮 那就是今時不同往日 收你十多二十元一枝 以前來說它就會幫我們去皮 有一個去皮機 但現在已經不幫你去皮了 那只是幫你斬開一件件 那我如果它願意幫你斬 建議大家 都叫師傅幫你斬 因為砍這些竹 真的非常之那麼辛苦 很難砍砍砍刀的 那我們處理這些竹的時候 由於它沒有幫我們去皮 我們就找個鋼絲刷 把它表面的黑色都刷掉了它 還有順帶一提提提提提大家 那買竹的時候 最好就買一些幼身一點的 因為幼身一點沒有那麼多渣的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買一些折口位少一點的 即這些折 逢是看到一些密折的 我都不會去選的 因為密折也是比較難斬 和會多渣的 所以我們買竹的時候 買一些幼身一點 和折位少一點的 那就最好了 好了 洗乾淨了的借 就是時候做第二個最麻煩的工序 就是砍借的時候 在我們還沒砍借之前 都一定要提醒大家 那塊砧板就不要到處走來走去 因為很多網友的砧板 都會懂得走的 很浪漫的 所以我們在砧板上 如果你是沒有我這個四個角落頭 不妨墊一塊布在這裡 那塊砧板就不會到處走 第二樣東西 我們砍借的時候 進刀的時候 最重要是輕力一點點去 進刀之後 左手離開 單純用右手去砍開它 這樣就可以了 砍開了一半 就已經很容易 在中間可以一開為四 之後就反轉刀背 去拍一拍 拍鬆這個甘借 這樣就很容易出到尾 小心點就可以了 最緊要小心 什麼都假 甘借的功效 就有清熱新瓶 滋陰潤 和為止吐等等 能夠治療心繁口殼 反胃嘔吐 肥醋咳嗽 大便醋結等等 所以竹借和馬蹄 都是很適合夏天滿熱的天氣食肉 好 好了 我把竹借一開四 連皮一次過煲 如果真的想把它去皮的話 就可以把它開邊之後 就在肉這邊刀一刀下去 之後就左右對摺 這樣便可以扯到它的借肉出來 不過阻力都會比較大 我就不建議把它去皮了 其實有竹的外皮一次過煲 都沒問題 只不過是出味的方面 就沒那麼容易出味 有竹借就會有毛巾 毛巾看起來好像白酸酸 很乾淨 其實有很多沙泥在這裡 我們處理的時候 就把它拆散 放多點水進去浸一會兒 之後就放一點鹽 散散它的外層 因為其實都很多沙泥 毛巾的功效 就用來涼血止血清熱解毒 多數會用在熱病繁殼 水腫咳嗽 小便不利 尿血等等 洗乾淨的毛巾 就真的非常之長 長過砧板 大概就會有你的前臂那麼長 切的時候 怎樣切都無所謂 最重要就是放得進湯煲 還有其他東西要小心一點 不要看它好像滅滅瘦瘦 很脆弱 其實它都會比較實 切的時候 最重要是拿緊一點把刀 就可以了 想它好喝點 功效又好點 我就加了一點生意米 大概一手左右 原本想要生熟二米也加一點 不過剛好就沒有熟二米 加了生熟二米之後 喝下去會更加滑 濃郁一點 功效有在於 泥水化濕 健脾 還有美白消腫的功效 大概過去兩三次水 洗乾淨了就浸泡大概15分鐘 有少少軟身就煲得了 記得試一下 因為煲出來的效果 真的會滑口很多 到最後就要準備多兩條的甘筍 如果你想它健康一點 不過就不太好吃 健康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不需要剖皮 因為有益的話 外皮也很有益 洗乾淨了切頭 喜歡怎樣切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它好吃一點 我就會把它剖皮再切 看見了 還有為什麼今次會用甘筍 不用泥蘿蔔呢 甘筍的味道就會清一點 沒有泥蘿蔔那麼甜 但是如果你想它涼血 就會用甘筍 如果你想它補血的話 就會用泥和白 今次我想它涼一點 就會用甘筍來做 今次這一鍋涼水 建議大家都用一個 大過些少的煲 因為今天喝完 明天都還可以喝 今天就暖喝 明天就雪凍來喝 兩個風味都不同的 我自己就喜歡雪凍來喝 加上我們這些年輕人 一般來說都喜歡喝冷的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份量 都會比較多食材 我們今次的水量 就是3500毫升水 加上水下去 還有多少空間 那你喜歡煲多少都可以 開了火 第一時間當然是把所有的食材 都倒進去 那我冷水已經倒進去 夠快 還有到溫馨提示 馬蹄我會連水一次過倒進去 這些都是正東西 就是有益的水 還有這一鍋涼水 它當然是偏向寒涼那邊 如果有些女性朋友 或者是身體虛弱的話 就自己考慮 有或者可以加幾片薑 或者是塵鼻下去 和一和它 這樣就沒有那麼涼 自己留意一下 差點就忘了放椰棗 放多3顆 沒有椰棗就放蜜棗 椰棗有什麼好呢 有助於化痰止咳 增強免疫力 還有會有少少的甜味 比起蜜棗來說 就會清一點 水一滾起 我們就維持這個大火的火力 煲它15分鐘 逼一逼這些竹蔗的甜味出來 因為竹蔗都比較難出味 夠鐘呢 就轉回一個中細火 煲多45分鐘 到了最後的15分鐘 我就會加多大約三大粒的黃冰糖 其實如果你熱飲的話 就不需要加糖 因為都夠甜味的 但如果加糖的話 雪凍來喝的味道就會比較適合 你自己考慮 熱飲就夠味 凍喝我就覺得要加糖 這樣吧 一開蓋 你就會聞到很香很清潤的竹蔗味道 可能你會覺得搞這麼多東西 不如在街邊買一枝就算吧 我就很肯定地告訴你 四個字 就是不同 因為試過你就會知道分別在哪裡 今集就說到這裡 如果認為食譜解說實用有用 又或者試過好飲又有益 就記得按個讚 分享給身邊朋友認識 那就更多人受惠了 下集再見 拜拜